來關心天氣了 今天大家出門去應該都有共同感受 是今天各地天氣都還滿不錯 滿舒爽的 頂多住北台灣 偶爾會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飄一些雨 所以你會發現 大概在傍晚時間 晚上時間 各地溫度都沒有前幾天 來得那麼的高 像北台灣地區 溫度21到23度 而中部地區 溫度27度 南部地區 溫度28 連高雄 屏東都只有26 27度 主要就是受到 東北季風的影響 那要影響我們到什麼時候呢 明天清晨出門 還是要注意 來看一下今天早上的低溫 你會發現 北台灣地區有些地方 這低溫 早上只有15 16度 其實還滿涼冷的 要提醒早出晚歸的大家 尤其你騎機車的 最好穿一件外套 別著涼感冒了 但這樣的天氣比較麻煩 是中午時間 溫度又會慢慢往上拉 我們來看溫度曲線圖 受到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涼冷地方比較有感 是在北台灣地區 你看到今天高溫25度 明後天高溫27度 但是低溫又只有17 18度 所以明天的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都還是比較涼冷 舒爽一點 那中南部地區呢 早出晚歸注意 低溫其實也只有20度 甚至有些地方 輻射冷卻20度之下 會再更冷 但中午時間溫度又會拉上去 所以這個溫差 是有10到12度的 有心血管疾病的大家 要注意自己身體狀況 南部未來一周高溫 都在30度之上 北部地區要明顯回溫 是在週五之後 下一張圖也帶你來看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紫外線其實中南部 明天後天都還是蠻強的 做好防曬 以上這一節奇想 嗨 大家好 我是影桐 想要來搶先掌握 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